好 回到第五節的啤梨頻道 有網友說 這一套戲裡面很多演員都鮮游 當然是 當1983年的作品 41年前 當年12歲的梁朝偉 現在六十多歲 當年五六十歲 六七十歲的琴姐 阿哈叔那些 當然是鮮游 也有網友認得譚傳慶 譚傳慶是沒有認錯的 但是 就不是你說的譚 譚傳慶的譚是譚話的譚 譚話的譚也是姓來的 但是譚話的譚 譚和譚詠倫的譚 應該都是一族人來的 和姓丘有以丘和無以丘 應該來自山西 我不是很清楚 曲浮人士還是怎樣 跟孔老二的山東 山東 都是那一種 當然 其實裡面最印我懷念的就是 周秀蘭 不是周秀娜 周秀蘭其實也挺漂亮的 她是小家壁肉營 那時候在1984年的六頂記裡面 做商議這個角色 我真的認為是一時之選的 我看後來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看完了金融 但我看完這個電視劇的六頂記裡面 我看回小說裡面 我也會代入了周秀蘭 就是當時的商議 風水浩 風水浩就在這裡 風水浩就說 誰是譚傳慶 其實以風水浩的年齡 他真的應該要知道是誰是譚傳慶 你知不知道誰是郵文 不知道 我都不應該知道 林代我認識 林代我認識 但不認得 林代1963、1964年 自殺死了 1967年出生 我會不會認識 所以我聽見有些人說 那些人不認識就不認識 都還沒出生 我老婆有時候都說 人家不認識很奇怪 都還沒出生 那我就免得爭辯了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有些是經典的 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呢? 在2003年 那時候我開店也是一年 有一次 我們那時候在信德上環 有個客人給了一張人民幣 我們 毛澤東當然是人民幣 那我就隨口問 我們的同事 那個Hong Kong U畢業的Kong U 那個女生 那為什麼我們請到那些 如果香港人 都是本地大學學的 那大家知道03年的環境 那時候我已經是很屁不軌 我專請外國人 例如印度 例如尼泊爾 例如菲律賓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英文 當然我會運兩三個 本地的售貨員 為什麼呢? 因為我營造過 店舖高級一點 那就收得多些錢 那些東西可以賣貴一點 那些人又不敢講價 那時候 我問那個女生 她叫什麼名字 什麼事? 我都忘記了 什麼事? 不是 我也是朋友 我還很記得她的樣子 但是我又不太記得她的名字 她說 這個 鄧小平 她是不懂得分 鄧小平和毛澤東的 那我就因為這一宗 我還未出生 鄧小平還未死 但是 鄧小平 不是 死了幾年 97年死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還沒出生 然後我老婆說 好奇什麼 那些什麼 其實我真的覺得好奇 後來我發覺一點也不奇怪 原來現在有人不懂得真人法 香港現在的年輕人 不是吧 不是吧 是不奇怪的 是不奇怪的 你說不懂得周星馳 就少一些 不懂得真人法 是有的 她完全不接觸 譬如我 譬如我們無無聊 都會按一下這個LOW來看 按一下這個有線來看 播舊片 但是他們的舊片 他們不會按這些 他舊片 他就算舊片 他也可能是按 這十年八年那些 懂得演 看波 有很多 就是學生都看 看波什麼年代都有 是啊 你說比亞路 巴基努 他也不知道是誰 他不懂的 照理我們應該會上 YouTube 看的 不會的 不懂的 你問我們 為什麼你們 你們連什麼 李維年盧 什麼李斯堅斯 你們都認識的 我們不要看 因為那時候又不同 沒有娛樂 也沒有YouTube 但是我們看雜誌 小時候是整個 所以文字就是這樣 他真的會 介紹 你就知道 原來那時候有個 史提芬奴域很厲害的 有個 西比奧 很厲害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的 喂 不要說那麼遠 像你說的 派佬 不懂就不懂的 對吧 所以很難說 OK 好了 那麼風水路上來 當然要有事要問他 但是在問他之前 我就想 refer 回昨晚的節目 昨晚 這個 保加利亞神婆 和法國的經典 應該可以這麼說 的聲像語言家 諾查丹馬斯 的語言 他們有些共同點 就是明年 先說共同點 OK 是歐洲會有大戰 你有沒有看過這件事 剛才好 我認為明年 是 因為 今年 其實他想答這麼多話 我好像是誰這樣 我問你有沒有看過這件事 歐洲 沒有 OK 那你認為 我看過的 我用明年的直連卦 用明年的直連卦來講 是 明年直連卦有兩個版本出來的 一個直連卦是尼卦 一個直連卦是格卦 什麼叫直連卦 直連卦 就是每一年 黃極驚天的那本書 叫做《圓方圓圖》 每一年就批了一個卦給你的 六十四年循環一次 這個跟立春八字 立春八字 立春八字都不同的 沒有 每一年都有一個直連卦 是 明年就不知道為什麼 標了兩個版本出來 一個是尼卦 一個是格卦 你也是用那個 也是用那個方圓圖 對 那為什麼有兩個卦呢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有兩個版本出來 照計是尼卦 尼卦 做直連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 就是我上網搜尼 很多都是說是格卦 就是明年的直連卦 那我覺得尼卦的機會率是大的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尼卦代表火 代表亮麗 也代表冰鍋夾奏 那現在是 我覺得明年應該是會擦槍走火的 會 但是沒有很特別看歐洲 沒有看 OK 好了 他們兩個共同的語言 講昨天的 我們昨天提到 就是 2025年 明年 就是人類滅絕 這個過程的開端 是不是要滅絕 要滅到一個都沒有呢 我不敢說 因為 諾塔丹馬斯 他那個 那首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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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是緣到三七幾幾年 但是明年 是人類滅絕的開始 就是說 有大和環 看到嗎 看到嗎 職念 或者什麼 我就看不到有什麼大和 正如 龍小姐的那個語言 我都看不到 OK 誰是龍小姐 龍樹亮 即是說 日本有大海嘯那個 什麼2025年7月5日 那些我都看不到 但是我看到 是日本還有一個結尾過 是這麼多的 日本還有一個結尾過 你用什麼看 我用掛去看 我起之掛去看 掛就是告訴我 日本還有一個結尾過 那麼嚴重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或者有一些 憑死者 我下一次會說 憑死者 因為在憑死的時候 看到一些未來 都是說這幾年 但是不是說到明年 是我們普遍 我想現在普遍很多人 都會接受有外星人這件事情 是 OK 而 洛查丹馬斯 這兩個人不是一樣的 洛查丹馬斯沒有說有外星人 當然洛查丹馬斯 他十六世紀的時候 他未必有外星人的概念 洛查丹馬斯就說 會有一個古老的瘟疫再來 OK 死亡很多人的 有沒有看出這個病復生 還是怎麼樣 明年是 怎麼說呢 明年是會有一種新的病出現的 但是會不會死亡很多人呢 就真的很難說了 新的病 不過洛查丹馬斯 有一種潛在地球 億萬年的病 再重捲到重來 就是億萬年前的東西 你現在回去也會當新的 OK 可能新冠肺炎自治也有 好了 但是我們不用多說 我今天就馬上找回一份 我定了 找回一份 洛查丹馬斯 這些是台灣製的 香港製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八個語言 你去 評斷一下 究竟我們可以信得到多少 這麼近 第一 他說有氣候的災難 乾燥的土地更加招呼 還會發生大洪水 我們乾燥的土地更加招呼 我們就當它是種 雖然這些是 阿馬是女人 大洪水哪裏有 今年哪裏有 大陸 三個左右 大陸 大陸 連年都有 所以 我不知道 第二 洛查丹馬斯說 二來二四年 科學家將會發現一種四萬年歷史的病毒 在今年 這個病毒是隨著冰川溶化 它 病毒裡面的細菌就慢慢溶化了 釋放在水裏 令到千萬人死亡 那有沒有這樣的事 暫時 好像都在兩個月 不要這樣說 第三 洛查丹馬斯說 今年會有兩場大天災 第一場 就是日本沿海 會引發海嘯 OK 有 試過 今年 今年有 在哪裏 剛剛七月 七月的旦 哦 就是說 日本沿海 那個都算是 七點多級 他引誓什麼大海嘯 令到沿海的市民死亡 他有海嘯的 警告 他叫了整個星期 有沒有出現引人海死亡 那也沒有 好了 第四 他說 他說 查丹馬斯說 英國皇室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指明是英國皇室 但是這個是台灣 將在2024年給一個群島之王 OK 他用群島之王 於是他們覺得這是英國皇室 群島之王會遭到 不具國王印記的人用武力去驅逐 分析家聯想到 會不會 是 哈里王子呢 因為他不是王署 不具國王印記 他排第五 他會趕走自己的父親查爾斯呢 然後 還是查爾斯 國王會退位給威廉王子 而威廉王子被哈里王子 用武力去驅逐呢 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暫時還沒發生到 就是在兩個月 他用群島之王 他就想到是英國而已 但是 到現在 是不是講英國 或者 如果講英國也沒有發生過 第五 就是今年 教宗會死亡了 教宗會死亡了 在兩個月左右 第六 就是火山爆發 2024年 會有一個火山大規模爆發的 那麼 今年 意大利是不是好像爆過火山 冰島也爆過 實際上有火山爆發的 對 第七 就是說 今年 有一個紅色對手 會發動戰鬥和海戰 而 這個紅色對手 因為恐懼 會變得蒼白 令大海陷入恐懼 凡真的師傅說得這麼無靈良可 那麼 有什麼紅色對手 發出這個大戰呢 今年 如果你說算飛機去 樓灣路 只是接觸這樣轉 開兩艘船過去 兜過轉 第八 最後 諾查丹馬斯 預言 人類的壽命 在2024年 就會達到平均150歲 由於機器器器官的發展 最終人類的壽命可以延長到150至170歲 機器器官的發展是否可以延長人類的壽命呢 我不知道 你說會不會有其他DNA的那些 就真的很難不說 但是你說 今年就肯定沒有了 所以你說看完這些 我經常覺得 古今中外 包括燒餅歌的那些 是很難去 參與的 永遠都是事後 可以恐明去應對的 你們去研究術數 封水浩 對於這些這樣的預言 這些不是用術數 不是批的那些 預言你們是怎麼看的 其實 我們就 預言是寧可信其有的 一向都是 就是 你信他有的 也要先為我預備 但是你要猜 譬如你推背圖那些 你之前的那些 你可以去 踏踏踏踏踏 踏到 你現在 老實說 有些人說走到這個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你經常飄來飄去 那怎麼搞呢 現在的事情 是有幾個掛都中 現在的事情 現在的這個狀況 有幾個掛都中 那些人就繼續去 陷入 因為以前那些 發生了 都陷入了 現在就找新的 陷入了 所以就是很難 令人們信服 就是這樣 他就是經常說 以前那些都中了 然後新的那些 就說 我會說這幅是中的 所以有很多人說 其實現在我們的推背圖 就是清朝 就是金聖誕 就是金聖誕之後 之前那些都沒有了 之後那些就是作的 有些人是專門作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能夠讓天璣人知道 所以要撈亂他 加加減減 以前說過皇帝害怕 因為太準了 所以撈亂他加加減減 真的不知道 OK 好了 我們講一下 什麼都不要講 就不要用我們盡量 其實你們做術數也是 首先不要講那麼多 剛才你吃過的石盒 鳳鵝 明天我應該不知道 明天還是後天 我也會賣的 你不要理會 是不是低糖的 好吃 好吃 最重要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 剛剛好 糖尿病人可以吃的 OK 甜度又剛剛好 喂 他又不會太甜 喏 我希望你也盡量不要 用自己的偏見去代入 去評立春八字 立春八字我們可以看一年了 可以看一年 看一年了 明年 當然我們也知道是一般的 但是還沒到青馬紅陽 還沒 二、六年才是 明年的立春八字 我們怎麼看呢 先出一張圖 好,師傅 這就是春年立春八字 春年是月智年 月智蛇年 月智蛇年 無人月 貴某日 貴害時 那麼呢 眨眼看下去 很多水很多木 因為有藍色綠色 很多 辣家 什麼大運流年 不用看 紅色是火 綠色是木 綠色是木 藍色是水 啡色是金 土 土 金呢 整個八字就是缺金 你看整個八字是缺金的 但是 肯定 這是香港的立春八字 肯定是 肯定是 明年肯定沒有人走 說錢 因為 金 如果在香港的八字 香港 不是這個立春八字 是 在香港回歸的八字 是 金就代表香港的管治 是 今年 今年 我講的是2024年 今年農年 今年農年 今年農年是神有合金的 是 代表今年就會高壓管治 對呀 中了 23條 立了馬 神有合金 有金 金的勢強 所以代表政府強勢 那明年沒有金 你們想想 咦 即是會換人 明年缺金 明年缺金 我又有一點點說 換人是另外 但缺金就是政府管治 大概失效了 是政府無用的 OK 但他也可以拉救你 他也可以做的 當然 金是這個八字來看 金是這個八字的印星 印星代表什麼 幫助你 輔助你 以及養生 幫你養好命 那些東西為之死 但是下面那邊有些金 下面那邊是月份 每個月份 有幾個月都是金月 整個八字來看沒有金 金代表什麼呢 代表印星 印星代表什麼 就是幫你 輔助你 養育你的東西 那沒有印星就是沒有人幫 沒有貴人 貴人是有兩個的 字和某都是貴水的貴人 字 那個紅色那個 那個貴坐著的某都是貴人 但是兩個貴人都沒有力 證明明明年沒有貴人幫香港了 沒有人幫香港上面 那外面 那個印星又沒有 真的沒有助力 印星沒有助力 又沒有人幫香港 那出香港外面 不是靠自己 全部都是吃自己 沒有人幫的 我想這個是 明年香港的立春八字 是的 是的 我們沒有一個香港人 我們沒有一個香港人 譬如說我 喂 如果沒有印星的 那我沒有人幫 不代表這樣的 我個人來說 我是可以有人幫的 是的 你個人是可以有人幫 你個人可以有人幫 但是明年整個香港來講 是沒有人幫 就是阿爺也幫不了你 是的 阿爺也幫不了你 外國勢力也幫不了你 是的 外國勢力更加幫不了你 那麼大勢來講 那麼明年就更加很麻煩 所以我就說 今年還沒見底 那什麼時候會好一點 我還沒看2026年那個 2026年就是赤馬紅陽劫劫的開始 2026年是炳五年 炳五年就是赤馬 2027年是丁美年 丁美年就是紅陽 那麼2627一定是中赤馬紅陽劫的了 那麼赤馬紅陽劫究竟是有多亂呢 看之前那些就是亂的 什麼徽宗二帝被人老了 那些什麼梅山寺藝那些 全部都是赤馬紅陽劫來的 那些有多亂 那就有多亂了 就是我們用回前世來看 那時候是亂的 將來接下來這個赤馬紅陽劫 都會亂的 是不是一個甲子一次呢 赤馬紅陽 赤馬紅陽 一個甲子一次 即是六十年一次 六十年一定中一次赤馬紅陽 即是說上一次六四年 是啊 六四年有什麼事 文化大革命 未到文化 不過六十年代頭 就一直都是政治運動的 對 又過了大躍進 對 那六四年是什麼事 特別一點 沒有什麼 OK 應該都是那些 都是走路下來的 搞到他要走路那些 走路就最厲害 就是 五十年代頭 和六一年 六一年、六二年都是很厲害的 不是 不是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嘛 二六、二七是六六年 是啊,六六年 那就是文革了 那就是文革了 1966年就是文革了 那06年呢? 2006? 1906啊 1906還是這麼遠? 是啊 1906 還是亂彎 晚清 晚清 八國聯軍 那如果 如果 1846年呢? 1846年呢? 哇,1846年真的要遠一點 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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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1846年 真的要慢慢數 真的全部是很慘 是啊,全部都是出事的 OK 那我們要怎麼搞啊?師傅 我們怎麼搞啊? 沒有啊,你就是 說真的,這是天運 你要 那個劫就一定要應的了 那你有沒有看 那到底是做 我們 說起來都是凡夫 俗子,星斗小市民 可以做到什麼 那你有沒有看我們偉大祖國的立春八字 這個立春八字 就是代表他 整個世界的立春八字 就是這個 那世界都是這樣嗎? 是啊,都是這麼厲害的 真的走也沒什麼用了 你走得去哪裡 整個世界 大家在2025年的立春八字 都是看這個的 會 那你 譬如在美國 他看的立春八字 他不是要加加減幾個小時的嗎? 加加減幾個小時 但是始終都是 2025年2月3日 晚上10時10分 就是立春的 那你去美國 就算遲一個小時 你也是這天立春的 你不會早些立春 遲些立春的 是嗎? 是嗎? 時間是 看回他 不是啊,我看別人去搞八字 是啊,他要退時間 要退時間 但是他退回來的時間 是要迎合回現在這個貴害時的 他不是說 用他的時間 如果你用我們 2023 2025年 2月3日晚上10時10分 你移去美國 這個東西移去美國 就早了幾個小時 那就不對 OK OK 其實對應也是那個時間 是啊,是啊 喂 但是 這樣啊 如果你說全世界都是這樣 沒有人幫嗎? 沒有人幫 這個八字 這個立春八字 就是看完全世界 就是我們 你不要當是看全世界 你只是當是看我們整個 整個祖國 那真的沒有人幫的 嘩,我們現在還很麻煩 對 我們要搞什麼 北部大都會 又說 搞什麼 那個大都會 去年他出了施政報告 我已經說他不行了 已經說他不行了 但是現在繼續說要搞 他說要搞 搞不搞得整 才行的 說就無敵了 你上次就說 我還笑你 那你似乎 你就準了 那個 恆新指數也是復回 好像升了一二八點 有算 早點二萬裡面 在復回 所以才看下去 現在你這陣子有沒有去看 是不是會不會再狂飆 都是這樣一陪 有人說會飆到二萬五 但是我不看 我不會覺得他會飆到二萬五 好的,休息一下